好,各位傳媒,你們好 我是新加北總區刑事總部警司 行政及支援張文俊 而在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新加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的主管 現在他是戴保兒處理總督察 今天我們會在這裡向大家簡報一宗 發生在昨天,即是2022年5月9日 上午的一宗犯問危險藥物的案件 簡報會之後是會有問問題的時間 以及可以有少少影證物的時間 我們在新加北總區刑事部 根據情報搜集和深入調查之後 在昨天展開了一個販毒品的行動 在屯門區裡面以涉嫌販毒 拘捕了一名本地24歲的男子 並且倒破了一個位於屯門區工業大廈裡面的 一個毒品儲存倉庫 行動裡面,我們檢獲了一共334公斤的冰毒 以及150公斤的液態冰毒 以及一批化學材料 私以是用在製造冰毒的過程裡面 也都收獲了一些毒品的包裝工具 整個行動裡面 我們收獲的毒品冰毒的市值 大概是2億3千萬港元 接著下來,我會交給大波板 講講這個行動裡面的詳情 謝謝 謝謝張Sir 新加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的探員 根據線報和深入調查 在昨天,也就是2022年的5月9日 上午在屯門新安街 一個工業大廈裡面 折查一名可疑的男子 該名男子當時手持一個紙袋 裏面發現有兩大袋 共重2.1公斤的冰毒 於是探員拘捕了那名男子 探員期後 就押戒該名男子 返回他一個在這個工業大廈裡面 租用的一個單位 進行調查 經過搜查之後 在單位裡面 手獲了309袋 共重332公斤的冰毒 而這批的冰毒 每一袋是以一公斤的單位來做包裝的 另外我們也發現到 單位裡面有15桶 共重150公升的液態冰毒 一批化學的材料 包括哥士迪的梳達粉 以及一些防腐劑 我們相信這些化學材料 是在提煉固態冰毒的製作過程裡面使用的 另外我們在搜查裡面也發現到一批毒品的包裝工具 包括電子榜 以及大量的可載風交代 在這個行動裡面 我們手獲的毒品是市值2億3千萬港元 在這個單位裡面 我們找不到一些製毒的工具 我們不排除在這個販毒的集團裡面 是有其他成員在參與 將這些液態冰毒提煉成為一些 可作分銷的固態冰毒 根據我們的調查 這個毒品的儲存倉 運作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被捕男子姓翁 24歲 報稱無業 相信是擔當在這個毒品儲存倉裡面的倉主 亦都是負責處理一些毒品的包裝和派貨的工作 那名被捕男子仍然是被扣留調查的 行動仍然繼續 亦都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 現在我會把時間交回給張Sir 去總結一下我們這次行動的成效 謝謝張Sir 謝謝會議 我們警方相信在這次行動裡面 檢獲了大量的冰毒製成品 和一些半製成品的冰毒呢 他們是這些冰毒是需要 液態冰毒是需要提煉才可以吸食的 而這次行動裡面 收穫了這麼大批的毒品 冰毒呢 我們成功地阻折了一批毒品 流入市面的了 至於究竟這批冰毒 他們的來源地 和他們的分銷網絡呢 究竟是怎樣呢 這個會是我們其中一個重點的調查方向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去提醒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 和一些想賺快錢的人士 他們呢 是要小心 避免因為一些型頭小利 而被不法分子利用 在這個販毒裡面呢 是被人利用的 因為根據法庭的判決 如果是犯運超過15公斤的冰毒呢 指引是會被判監超過30年的 另外呢 我也都在這裡想提醒各位業主和租客 根據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險藥物條例的第37條呢 任何人如果身為處所擁有人 明知而容許處所用作儲存危險藥物的用途呢 也都是犯法的 最高是可以被判500萬港元 以及監禁15年的 今天我們的回報是到此為止 請問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現在在問題時間 如果有興趣泛民的傳媒請舉手示意 那我同事會給你咪咪 你好 想問一下呢 這一單案件你們的 預計是單人犯案 還是其實背後有一個集團式的犯案呢 那會不會現在調查的進度去到哪裏 麻煩你 一般慣例以來呢 我們很少會見到 一個這麼大量的販毒案裏面 是由一個人自己去負責整個 毒品的流程的 那我們相信牽涉的是一個 背後的一個販毒的集團 所以我們就調查的方向 也都會相信 是會有這麼多人被捕的 好 想問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今天法部會到此為止了 謝謝大家 那麼省個時間 都會在靜民的那個位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一下子